因應疫情警戒標準 將持第二指 台灣市政府警察局 從170年8月初起 持續針對各類刑案加強查契 並於8月6日 執行除暴專案行動 以及保護兒童少年措施 擴大引檢 本次除暴專案行動 由刑事警察察隊規劃 依照對外封鎖 對內掃蕩的原則 強力查查轄內 各禮宿業以及汽車旅館等場所 查契非法的槍械 打擊毒品的犯罪 共動用的警力有589名 林檢處所有92處 申請了搜索票 居票138張 查獲毒品案內有168件192人 毒品總重量達81.7公斤 非法槍械有6隻 只彈59顆 共計查獲各類的一個案件 669件760人 本局為了防範疫情 可能造成的治安缺口 將不定期的大規模掃蕩 特別針對非法槍械 各類毒品 以及街頭暴力等犯罪 徹底掃蕩 展現陶警維護治安平穩的決心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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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